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9月12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一個紀念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表視頻致詞 王毅說50年前 兩國老一輩的領導人 以卓越的戰略眼光和政治膽識 打破冷戰的堅兵 排除重重干擾 作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決斷 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暫身一頁 50年來雙方先後達成了四個政治文件 和一系列的重要共識 奠定了兩國關係的政治法律基礎 各個領域務實合作取得封石成果 王毅說 孔子若50而知天命 無論友好相處發展振興亞洲 正是中日兩國的命運所係初心所在責任所歸 王毅說當前世界動蕩多變 中日關係不盡則退 在即將開啟下一個50年征程之際 雙方既要重溫建交初心 吸取歷史經驗 推動中日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健康穩定發展 也要思考 靠足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賦予兩國關係新的內涵和動力 王毅也就靠足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提出五點看法 第一就是要淺信手落 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他說與國人交止於信 要確保兩國關係行穩致遠 必須確守中日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 以及至今作出的承諾 對於歷史、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根本的重大原則問題 不能絲毫含糊更不容動搖倒退 要著眼大焗、把握正確方向 雙方應該始終以戰略和長遠眼光 從兩國根本利益出發 將互為合作夥伴 互不構建威脅的政治共識 反映在政策上 落實在行動上排除干擾 妥善處理分歧、確保中日關係的航船 不割淺、不偏航 要深刻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 當前中日合作面臨更廣闊發展空間 雙方要牢固樹立夥伴意識 秉持全球視野、共同抵制、脫勾、斷鏈的錯誤做法 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暢通 貿易投資環境公平開放 第四點 王毅認為要加強引導、塑造積極、友善的商戶認知 她說中日民間交流遠遠流暢 應該與時俱進、繼續弘揚 相互認知要秉持和而不同、以和為貴 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對方 兩國政府和媒體應該為兩國人民 客觀有善的相互認知創造良好環境 王毅還提出要順應大勢、淺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中日作為地區和世界重要國家 要看清楚多極化、全球化、文明多樣化、區域一體化的時代潮流 為會議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共同反對零和博弈和陣營對抗 促進地區穩定和區域融合發展 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最後王毅強調 中日一衣大水、一衛可航 兩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面對中日關係的下一個五十年 雙方應該肩負起歷史富裕的責任 作出無愧前人、不負後世的正確選擇 推動中日關係、不斷往高處去、向闊處行 開闢新時代中日關係的光明前景 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總結王毅發言的重點 可以說有些苦口婆心 第一,台灣問題、歷史問題是 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底線的議題 不容日方含含糊糊 第二,美國大搞和中國脫鉤 日本是緊跟美國大佬 就要做好中日經貿合作倒退的準備 和中國保持良好合作 就面臨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50年前中日領導人可以打破冷戰的干擾 實現邦交正常化 從而開創中日合作的發展大機遇 令兩國企業、人民都受惠 現在關鍵的是日本領導人 有沒有這種勇氣擺脫跟蹤美國大佬的步伐 在中美博弈中找尋對日本和日本人民最有利的位置 中美角力白熱化全球格局處於大變 加上俄烏衝突 歐洲就跟蹤美國的氣碼之後 現在可以說是焦頭爛額的 相比之下,無論是印度、中東、東盟的領導人 不少都顯示出理性的決策 並沒有跟著美國起舞 在美國和西方一片制裁俄羅斯的聲浪下 多年來沒有從俄羅斯進口大量石油的印尼總統佐科說 考慮從俄羅斯購買石油 因為能源和人民最大利益密切相關 英國《金融時報》9月12日報道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在接受採訪時說 印尼正在考慮加入中國和印度等亞洲經濟體的行列 購買俄羅斯石油以抵消不斷飆升的能源成本 他指出能源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密切相關 政府有責任找到各種能源來滿足人民的能源需求 佐科在印尼總統府接受《金融時報》採訪 當被問及到印尼是否會購買俄羅斯石油時說 我們一直在考慮所有的選項 當然如果有這樣的國家 而且他們會給出一個更好的價格的話 佐科還說能源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密切相關 政府有責任找到各種能源來滿足人民的能源需求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金融時報》指出印尼是東南亞地區的最大經濟體 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和超級大國不結盟的政策 佐科這番的言論突顯了很多國家 在當前地緣政治和能源危機中面臨的困境 能源危機已經打擊到世界各地的家庭和企業 新加坡聯合組也報導說 不斷膨脹的能源補貼為印尼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印尼政府9月3日宣布提高燃油價格 佐科當時說調整燃油價格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並說這是政府最後的選項 印尼各地隨後就爆發抗議活動 此前得益於強勁的國內消費 以及煤炭和中旅遊這兩大出口產品的高價 印尼經濟原本安然度過了能源危機 印尼今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5.44% 但不斷上漲的燃料價格仍然預計將會推高通貨膨脹率 迫使印尼央行提高利率 這可能打擊到經濟增長 今年8月印尼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長桑迪亞加曾表示 俄羅斯已經向印尼提議 以比國際市場價格低30%的價格向印尼出售石油 印尼國家石油公司隨後表示正在評估購買俄羅斯石油的風險 但在9月2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發表聲明說 G7財長已經就對俄羅斯石油價格實施限制達成協議 期待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最終確定價格上限的具體實施方案 美國方面威脅說 將會對未有遵守這個計劃中價格上限的俄羅斯石油買家實施制裁 這增加了與俄羅斯打交道的國家所面臨的潛在風險 金融時報說如果印尼加入中國和印度的行列購買俄羅斯石油 將會進一步幫助俄羅斯抵銷對歐洲石油出口下降造成的大部分收入損失 根據媒體從中國和印度兩國海關統計分析出來的資料 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和印度兩國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 比第一季度增加了1100萬噸 此前也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和印度市場的存在將會導致G7限制俄羅斯價格上限的計劃 難以起到實質的效果 俄羅斯不會將石油賣給不友好的西方國家 而是繼續會以低於全球價格的價格賣給亞洲國家 印尼是G20的東道主國家 今年以來已經多次頂著美國的壓力 堅持按照G20的慣例 發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11月的峰會 又在議題設定上避免直接談及俄羅斯衝突 堅持G20是商談經貿合作事宜等等 我覺得現在總統座科公開說考慮買俄羅斯 一是能源危機燒到埋身 避免國家陷入經濟困局最重要 任何模式都應該考慮 第二就是以此向美國展示一下 不要以為我印尼一定要聽美國怎樣 不想印尼全面倒向中俄 美國是否可以賣一些平價的能源給印尼呢? 大國博裔中小國家如何自主 考驗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另外外交部正式宣布 9月14日至16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在烏茲別克斯坦 撒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 並認哈薩克共和國總統托卡耶夫 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總統 米爾齊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行國事訪問 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習主席首次出國訪問 備受關注的 習主席今次出席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2001年第一次元首會議在上海舉行 我當時也有去上海採訪 這個組織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中國為什麼這麼重視這個組織呢?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和大家說說 多次親身去到上合組織不同成員國家採訪的經歷 見證中國外交重要的事件 歡迎大家去石樓台試看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力步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 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 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你和巴士力步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 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到巴士力步的網站 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